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爱车宝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操控达人,驾驭弯道的技巧秘籍 二,座驾节能王,燃油经济性提升指南 三,卖车心经,掌握最佳出售时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操控达人 驾驭弯道的技巧秘籍 各位车迷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 在弯道上如同行云流水 五动轮盘的操控达人们 他们的技巧之精湛 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弯道驾驭秘籍 不过别担心 这本秘籍我已经在心中 曹你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二 首先,我们得明白 弯道不是直道 这是一条深刻的真理 在直道上 你只需踩油门 让马力全开 就能感受风驰电车的快感 但在弯道 这里是技巧和智慧的舞台 满力不再是唯一的王道 第一章 我们得谈谈入弯前的减速 操控达人们知道 进弯前的减速是一门艺术 要像品红酒一样细腻 它们会在进弯前 合理分配刹车力度 既不会让车辆失去控制 也不会浪费每一分动能 记住 刹车不是采息火 是为了更好的加速 第二章 我们要讲讲找准走线 在弯道中 走线就像是选择人生道路一样重要 操控达人们会寻找最短的路径 也就是赛车手们所说的理想线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车速和稳定性 它们在弯道中的走线 就像是诗人在纸上挥洒的墨迹 既有力度又不失柔美 第三章 平衡车身 这是弯道驾驭的关键所在 操控达人们会用它们的身体感觉 配合悬挂系统 让车身在弯道中保持平衡 它们的动作就像是在跳滑耳姿 既要有节奏也要有控制 最后我们来到了出弯加速 这时候操控达人们会像放风筝一样 逐渐释放油门 让车辆像离弦之键般射出弯道 它们的加速之时 正是对前面准备工作的最佳验证 当然 这些技巧听起来简单 但要做到操控达人的水平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需要无数次的练习 对车辆的深刻理解 还有那份对速度的热爱 所以 下次当你在弯道上看到一个 优雅地驾驭着他的作家的人时 不妨给他一个敬意的点头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驾驶者 他是一个艺术家 是弯道上的舞者 是真正的操控达人 而你 也可以成为下一个弯道艺术家 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和热情 去练习和学习 记住 弯道不是生活的终点 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开启你的引擎 让我们在弯道上共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作驾节能王 燃油经济性提升指南 各位车迷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个让所有爱车之人 又爱又恨的话题 如何让你的作驾 变成一个真正的节能王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我们要让你的爱车 在吞噬燃油的同时 也能像一位绅士般的 节制自己的食欲 首先 我们得明白 汽车消耗燃料 就像人类消耗食物一样 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数量 更是质量 所以 第一步 我们要给车子 结实 选择高质量的燃油 就像你不会每天吃快餐一样 你的车 也不应该总是 喝那些低烈的油 高品质的燃油 能让发动机运 转得更加顺畅 减少积碳 从而提升燃油经济性 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运动 是的 你的车也需要适量的运动 保持横速行驶 是提升燃油经济性的关键 如果你的车 总是像参加百米冲刺一样起步 那么它消耗的燃料 自然就多了 所以 温柔地对待油门 就像对待你的第一次约会一样 既要热情 又不能过于急躁 然后 我们要让车子减肥 额外的重量 会让你的车更加费油 所以 清理掉那些 你已经忘记在车里的杂物 可能会让你惊喜地发现 你的车子突然变得更加轻盈了 就像剪掉了几帮肉的你 跑起来是不是更轻松了呢 别忘了按摩 你的车定期维护 保持发动机良好的工作状态 确保轮胎充足的气压 这些都是让你的车 保持最佳状态的按摩手法 一个状态良好的车 自然就是一个节能的车 最后 我们来谈谈心理学 是的 你的驾驶习惯 对你的车的燃油经济性 有着巨大的影响 避免急加速 急刹车 提前规划你的路线 避免高峰时段出行 这些都是让你的车 更加经济的心理建议 总结一下 要想让你的座驾 成为节能王 你需要选择好油 保持横速 减轻车重 定期维护 以及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 这样 你的车不仅会感谢你 你的钱包也会感谢你 而且 你还能为我们的地球母亲 做出一份贡献 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碳排放 这样的话你不仅是节能王 还是地球的超级英雄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卖车心经 掌握最佳出手时机 各位车主 车迷 还有那些 偶尔把油门当刹车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本车界的 心经 卖车心经 这本经典之作 不是藏在古斯的秘籍 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法门 而是一门 关于如何在恰当的时机 把你的爱车 转手给下一个 需要他的人的智慧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 车和人一样 有它的生命周期 从它那光鲜亮丽的 新车时期 到渐渐显露 岁月痕迹的成熟阶段 再到最后 可能会有点 磕磕碰碰的老年时期 了解这个周期 就是卖车心经的第一课 第二课 就是要观察市场的风向 就像古时候的商人 要观察风云变换 决定何时出海 车主也要洞察市场的需求 比如 当电动车成为新宠 你的燃油车 可能就要考虑 找个好时机 退位让闲了 第三课 是要了解政策的风声 政府的政策调整 比如环保法规的更新 税收的变动 都可能影响你的车的价值 这就像是古代的律法 不懂的话 可能就会在 不知不觉中吃亏 第四课 是车的保养和里程数 这就像是人的养生之道 保养得当 里程式中的车 自然更受欢迎 就像古代的 明依会告诉你要补不如食补 卖车心经 也会告诉你 保养胜过狂飙 最后 是要掌握卖车的艺术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个情感的问题 你的车陪伴了你多少日日夜夜 它不仅仅是一堆金属的组合 它承载了你的记忆和情感 所以 当你决定卖车时 要向古代的诗人抒发离别之情 既要表现出你对车的不舍 也要展现出你对未来的期待 总之 掌握卖车心经 就是要在正确的时间 以正确的方式把你的爱车交给正确的人 这样你的车就能在新的旅程中继续发光发热 而你也能在新的开始中驾驭新的梦想 记住 卖车不仅仅是一笔交易 它是一个传承 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段旅程的完美句点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关于操控达人 座驾节能和卖车心经的精彩内容 我们一起学习了操控达人的技巧秘籍 让我们在弯道上舞动轮盘 我们一起探讨了如何让座驾成为节能王 让我们的爱车变得更经济 更环保 我们还一起揭开了卖车心经的神秘面纱 掌握了正确的时机和方式 将我们的爱车交给下一个需要他的人 这些内容虽然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和实践 操控达人不是一夜之间练成的 节能王也不是说变就变的 卖车心经更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和观察市场的变化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努力 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弯道艺术家 节能王和卖车高手 在结束之前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在我看来 这些技巧和智慧 不仅仅适用于汽车领域 它们还可以引申到我们的生活中 正如弯道不是生活的终点一样 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充满弯道和曲折的旅程 我们需要学会驾驭这些弯道 找准走线 保持平衡 才能在人生中更好地驾驭自己的命运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让我们一起加入这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话题中 共同探讨汽车世界带给我们的乐趣和启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